AudioJungle 演员的诞生终于落下帷幕 周一为夺的总决赛的冠军 也算是众望所归 同样有助精湛演技的蓝莹莹和翟天林 分获LDQUO 人气演员LDQUO 和LDQUO 魅力演员LDQUO 荣誉周一为获得冠军后 老婆朱丹当天夜间发长文 表示 总决赛录制当天 她也偷偷跑去现场 表演结束后 从背后偷偷抱住周一为 周一为开始喝一跳 看到是朱丹时只是微微一笑 而朱丹看到周一为笑时 却只从她的眼里看到了疲惫 这就是彼此的默契 AFBDUGO等于WIADOW ADSBYGOOGLE GOSH 朱丹的演语间全是对老公的心疼 可是这段长文最后 因为周一为美 又做出回应 而被网友亵识 周一为不爱朱丹 对二人的感情也做出不少质疑 对此 昨晚 朱丹再次发文回应此事 她在文中表示 不都说是LDQUO 有苦难言RDQUO 妈怎么到我这就给成了LDQUO 有好难言RDQUO 聊呢 各位看官别再操心了 我俩真挺好的 她对我 真的挺好的 自从周一为火了之后 关于周一为不爱老婆的传闻者 也不是头一为 此前周一为接受媒体采访时谈 到了不少家庭概念 周一为就表示生活中 希望有自己隐私的空间 而且从来不会在公众平台分享和生活有关的东西 但是这和老婆朱丹远远相反 朱丹性格活泼也非常乐意分享 但是周一为似乎对这点比较不满 当主持人问她有没有被朱丹教育 周一为反而淡定地说是我教育了她 阿比狗狗等于Wi-A-D-O-W-A-D-S-B-Y-G-O-O-G-L-E PUSH 2017年9月朱丹生下女儿 就当主持人问周一为会不会因一个生命的诞生 而更加指导努力的方向时 周一为耿直地表示从来不会 因为小家就觉得有时模不一样 和周一为明显不同的是 朱丹显然是一个慈母的形象 微博分享有女儿的点点滴滴 暗暗给周一为加油 暗暗的秀恩爱 不仅如此 朱丹越活越真实 勇敢分享高清镜头下唇素颜的自拍 这和当初是炸浙江台主持一姐的形象 简直是偏让之别 而现在的朱丹 更像是活在真实世界中幸福小女人的模样 所以大家就不猜那些没完没了的感情问题了 人家好住呢 来源 花鞭鱼